弟子是从事古典音乐理论及钢琴的教授工作 不知是否算是传播其语 你这个话问我 我不了解你教学的内容是什么 如果真正是古典的音乐 你在里面跳雪 孔子在论语里面告诉我们 这个就是艺术的一个原则 艺术传播的原则 思无形 中国几千年来 这个文艺艺术都能够遵守这句话 无论是戏剧 这个音乐舞蹈 民间艺术大概都遵从这句话 所表演的一定是孝体中心 离意廉耻 那个研究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善有善国 我有我报 所以它通通都含着有教育的意义在里面 你能用艺术的时候 能够改变社会不良的风气 那这是功德 这是菩萨 如果你还要随顺这个世界的话 那就造业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